范例档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换一下 也许你可以利用上个礼拜的范例改一下 那VIP档下载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就一个资料夹 里面就是一个O.CSV 当然我们倒过来 之前本来是合并在分割 现在是先分割在合并 如果你要把它分割出去的话 我是利用上个礼拜这个范例 其实上个礼拜范例还蛮好用的 你就把它复制贴过去 改应该会改吧 其实几个地方改一下而已 没改很多 分割的话基本上就第一个建一个新的module 把程式贴过来 改什么呢 不外乎改几个地方 路径应该会吧 这个路径嘛 路径把它改一下 反正只要看到是全程LG 把它改成这个住宅切到点的资讯 然后开就开这个档 辅挡名记得改CSV 不要本来是TSV 其他都一样 因为都两个换好 刚刚我把它弄两个换好 然后呢多一个变数 因为我要输出的时候呢 我要第一个档存01 第二个档存02的话 特别是有多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呢 从1开始 放在这边是一个string 不过这第一次做呢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如果输出呢 它会是变是1234 有没有第一个是1 第二个234一直往下 大概21个档 所以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各位看到结果应该会长这样 分割完成 并且把最后那个删掉 有没有 1到21 那会有个问题 就各位数字 我如果希望补零的话 OK 对不对 如果各位数字要补零的话 那当然首先 我们一样把它合并 合并的话 其实也是要把党名改一下 基本上跟上个礼拜 应该差异不大 就是 这边的话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 这个地方 握壳一下 里面这些 去把它open一下 里面的话 一样 反正该改的地方都要 本来是在那个 download底下的全整 尤其地址 那你把它改回来 其实OK的 那 分割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假设 它前面要补零的话 那记得 我先把它旧的删掉 我把它重新解出来好了 再解一个 解到这边 OK 那如果要把它切割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不能用street直接转型 因为你转型的话 1还是1 前面不会自动补零 你不可能说前面自动 再补一个自串零 那问题 01OK 可是如果 10就不OK 变010 多一个零 那就不OK了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想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叫做format OK 前面我们做过嘛 format其实不管是在 Python 其他语言都一样 都会有format这个东西 只是用法稍有不一样 VPA也有format 一样可以把它00 它就可以变两码 然后Java 或者其他语言都一样 差别只说这个地方怎么做 当然一样我们必须要先 给它一个number的变数 从1开始 它先第一个先存1 但是前面要补零 后面记得 因为是一个坏回圈 所以你每跑一次 它不是for回圈 它不会是中方的加1 所以你要记得 在后面要 跑完之后 要帮它加1 不然的话永远都是1 那就麻烦了 所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 要用format 那format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 format前面我们用过了 请问要慢慢熟悉 它的用法 第一个 我的习惯一定是两个双引号 两个大瓜糊 中间加一个冒号 这是基本的 反正format里面的 基本的格式一定是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呢 如果两个整数的话 如果我要两位数的话 你就是2 D的话是整数 如果两位数就2D就对了 三个整数就是3D OK意思是对 那如果你前面要补零的话 很简单 你直接在这边输入0就可以了 0 2D 意思是说呢 我要两位数 但是理论上 它如果不是两位数的话 它前面的没有那个 数字里面没有01的 OK 但是如果你要把那个0 保留的话 很简单 前面加一个0就可以了 OK 不过理论上有一些 参考书记里面会加一个这个大 大于是对齐方式要靠右 小于是靠左 不过如果你不加也没有关系 这个对齐方式不加没关系 因为理论上应该 如果文字的话应该是靠左才对 如果以sale里面 里面有特别注意 一定是靠左 OK 当然这个要不要加呢 其实加不加在这里都没有关系 不加也没有关系 好 然后后面记得哦 好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基本规则 format要熟悉 因为format太重要了 后面加一个点什么 点format 你就把这个format打上去之后的话 然后刮符后面的话 给他一个 他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 把number放进来 那number的话 第一次进来的话 因为是1嘛 经过前面的格式之后的话 他就是本来应该两个整数的 结果两个整数 他只有一个整数 就只有1 那前面呢 因为没有东西 所以他会自动帮你补一个0 OK 类似像这样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这样就OK了 所以要再把它分割一下 看看会不会OK 所以基本上 就是这个format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这个format 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你就 等于是会有问题了 那其他的话 目前最简单应该是这个format 我们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记得应该没错的话 实行OK 看好不好OK的 你有没有看到 结果有没有 0102 一直到底下 但是如果10的话 因为他也是两位数 他已经两位数 所以他不会自动帮你补0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3d的话 那前面补一个0 他就001 010 OK应该可以 那个0有点像 如果你不足的那个位数的话 他会自己帮你在前面补什么东西 但以后如果你不是要补0的话 比如说你要补个星号 你也可以前面放个星号 他也会补那个东西 对了 OK 类似像这样 这个format看起来 其实没有很复杂 但是如果你在关键的时刻 你做不出这个效果的话 你恐怕就卡住了 OK 再来的话最后请各位就是在复习 这个又变成跟上个礼拜一样 有没有 有25个档 然后最后把它合并 虽然副档名是CSV 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当TSP 其实它就是文字档 也就是你将来你用Excel开 也可以开 你用什么呢 你用那个按右键编辑 用记事本开也可以开 它只差别是中间加逗点而已 分隔符号 那这个东西当然以后你给Excel开的话 你当然要把将来要切割的话 它好像开起来就自动 构点就自动会帮你分隔开来 也是自动分隔啦 所以在Excel里面用也没什么问题 OK 请各位试一下 那合并的作法我想也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一样画幅自己稍微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范例的话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可以把它当一个范本吧 以后的话你工作 我想这个工作常常遇到那个档案 尤其做报表的时候 你要合并多个档 因为一堆人给你data 你当然不可能说你要做报表前 你要资料是分开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要在做分割 那分割这一题其实 甚至你将来可以再思考 就是说分割的话可以按照什么 可以按照那个什么呢 哪一年 比如说他104年到107年 那104年到107年 哪一年的窃盗案件最高 有没有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还是说不同的首长 会不会有不同的治安的窃盗案件 有没有降低 有没有可能 其实看数字比较准 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 你说到底治安 其实你说用纯粹一般民众的感觉 其实说真的太空 太没有标准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实际上发生窃盗案件来看的话 那当然就满心 至少是一个数据 OK 那可是你要按照年 或者按照什么 按照时间 哪一个时间点 小偷 他窃盗的那个发生案件最多 第二 再来就也许是哪个地区 哪一区 比如说台北市这么多区 像二十几区还是几区 哪一区窃盗案件最高 好像直觉应该是中山区 好像常听到那个中山区的那个分局长常常被调换 因为又发生什么打架案件 还是什么 一堆什么有的没有案件 因为那边有一些风化区还是什么 然后等等 可是问题这些data里面 还需要做分割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希望把这些data全部做应用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蛮好的范例 而这些范例呢 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这个是我从台北市 你Google台北市开放资料的平台 就会有这个data 这个data我是从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下载下来的 ok 而且还不止这些 台北市政府现在至少有三四千种 我记得太多了 举凡是一般民众 他可以公布的他全部都上网 ok 因为现在的趋势是政府是开放 开放政府是 为什么你资料如果透明公开的话 那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你最怕是说你资讯 就想要一只手遮天 让大家都不知道 反正你越公开透明 当然一般的 我想一般人比较能够 因为现在人都真的 你只要资讯揭露了 说真的也没什么好去在那边乱猜的 那酸民当然也就不太可能无地方死了 所以尽量就是越开放 那这些data其实都在云端上面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找到更完整的 其实可以到台北市的开放资料平台上面找找 很多都可以练习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关键字就打开放资料 其实一堆 不只是台北市政府 那个中央政府更多 开放 开放资料 open data 那第一个就中央政府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里面的那个开放资料 所有的资料级 他这边就总共他 他这边有列出1179种 那其中的话 当然你可以按照资料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呢 他这边有可以按照这边 open data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找找看 里面他就有一堆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当然你可以按照你比较有兴趣的那个这个 去去做 那他的资料类型的话 分成满多种 什么XML CSV Json 等等的 甚至还一色的档 不过看起来最多的 一千多种里面 他的CSV就有411种 也就大概差不多四成左右 都是CSV的格式 OK 那这相关的东西 请各位就自己再上去找找看吧 还有其他像 开放 这个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里面的话也是一大堆 这些有的没的 不过这个就是自己再找 自己有兴趣的 去做练习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再往前了解 另外一个单元 就是有关那个 这个 字典 Dictionary的部分 这个Dictionary其实 又是另外一个资料形态 那这个资料形态其实非常重要 它跟串列有点类似 但是串列它只能够 放单一 有点你可以把它想到单一栏 如果说你字典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到 它可以放两栏 一栏是key key一栏是放value key value 那key value的话呢 跟那个 Jackson其实就 完全可以 因为Jackson档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 Dictionary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 Data是来自于 那个网路上面 或者是人家给你一个 Jackson档 你就直接用 Jackson来 来把它切起来 完全Match OK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在Python里面叫字典 Dictionary 那在一般如果在Java里面的话 就Jackson 或JavaScript 所以现在网路上还蛮多 那种Jackson的格式 如果你要开的话 非常简单 而且像现在云端的那个 Filebase 云端的资料库 它也走这种 这种Jackson的形态 也是key value key value的这种架构 所以那Dictionary 那要怎么处理 这里的话 我会用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范例 什么范例呢 就是 那个前面讲串列的第一个范例 就是输入成绩 比如说输入一个成绩 输入三个成绩 然后按负义 输入负义之后 它负义指的是跳零 那如果说今天 我要把它改写成字典 多一个什么呢 多一个名字 比如说前面输入成绩没有名字 那这边的话 我会多一个名字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 合并分割部分 再稍微复习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 那个字典的这个资料形态 好 谢谢观看